大家好,我是Stan 在最新一集的Quindome 2 各團以粉絲們推薦的歌曲進行了演出 而演唱順序是 而這個禮拜只播放了前三組的禁言舞台 首先是Keypola表演了《索尼世代德特勃一集》 給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Keypola這個新人女團的舞蹈實力 真的是非常強 Keypola將這首歌的Point M全都給換了 但是卻沒有一點點的違和感 真的是能看出Keypola的努力 正能量活力的一次舞台 Keypola是Rap Dance成員 但是歌唱實力也太好而讓我震驚 Tikaru的Part不是很多 體格也很小 但是每次站CV的時候 整個舞台的活力就不一樣了 真的會懷疑是新人嗎 能看出來Keypola成員們有多努力的舞台 接著是PBG準備了出道曲POP UP PBG這次的舞台真的很像是成功的年末頒獎典禮舞台一樣 非常完美 而且不知道是MMA過音還是怎麼樣 開麥就是Lib的聲音 能聽得非常清楚 輕唱實力都非常厲害 雖然這首歌本來就很好聽 但是還是會有 這首歌這麼好聽嗎 的感覺 總之就是讓人非常愉快的舞台 在Quindom看到的舞台當中 最完美最喜歡的一次 真的讓看的人都很快樂 而且這個舞台真的能明確地 讓更多的人認識了PBG 真的是很棒的舞台 哇 跳這麼激烈的舞蹈 能這樣開麥 輕唱實力也太厲害了 我們就真的很像 美國高中生電影的主角女神一樣 也有點像小獅子 總之真的很漂亮 最後是烏雞索娘準備的Pantomime 一句話 烏雞索娘撕掉了Quindom舞台 因為Pantomime這首歌本來就是烏雞索娘隱藏的名曲 而且是成員普達首次加入Quindom的舞台 所以已經就很期待了 結果 有如音樂劇辦的演出 椅子舞 這個舞 然後就是這個地方 真的是GP 高達都出來了 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下這個 根本就是演唱會等級的舞台影片 演出太有趣了 可可 這就是我想在Quindom看到的舞台 一說到烏雞索娘就會聯想到的風格 太喜歡了 哇 真心太喜歡了 真的展現了烏雞索娘的魅力 然後輕唱實力也太好了 真的太謝謝烏雞索娘出演了Quindom 雖然是別家粉絲 但是真的應援烏雞索娘都太好感了 CSE解散 5月20號 Cube娛樂發出聲明 宣告了CSE的團體解散 感謝大家7年來給予的關注與支持 因CSE的正式活動結束 從2022年6月開始 CSE克勒也將會停止運營 而因為能讓粉絲們回顧與成員們的種種回憶 短期內不會刪掉天文等內容 公司會繼續應援7位成員們的未來 正式宣告了CSE的解散 最後首刻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現在才發表解散呢 一人都不驚訝 但是怎麼想都覺得 CSE沒能成功真的很可惜 前幾天 同性出身的演員 金瑞隆因酒駕吸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目前正在等待血驗結果 而在金瑞隆的酒駕爭議之後 CSE過去的發言 也再次受到了網友們的關注 到底是什麼內容呢 金瑞之前出演一個綜藝節目後表示 在喝完酒後 很多時候都叫不到代價司機 如果距離不遠又在下雨 還找不到代價司機的話 反正這麼近 瞬間就會有酒駕衝動 這個時候突然想到 啊就是這種想法可能會出車禍 所以就將車輛給賣掉了 沒有行程的時候 都會坐計程車移動 要做藝人的話 是要有這種決心吧 有時候因為太誇張不太喜歡他 但是真的很喜歡他的想法 去Pojunia孩子們都好像沒有沾猶豫 KK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到SM大樓的村上室ですよ 我不在這裡工作是吧 KKK 帽子太好笑了 KKK KKK 帽子是故意帶這個去的嗎 KKK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KKK 不然人家 可知 Pojun嗎 Balui Po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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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